我先跟您道个歉 上次偷偷从您这儿拿走一片药 去做了检验 这是结果 既然这样 我再怎么解释 也是多余的 方志勇还不知道吧 否则你不会一个人过来找我 你是想从我这儿先得到答案 然后告诉方志勇 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他 看来是被我猜中了 你果然 很爱我的儿子 生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可是伤害他的人 却是他的父亲 我承认 我是撒了谎 可是我如果不这么做 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儿子 什么时候才会回到这个家 所以您从第一次约我见面开始 就是在利用我了对吗 是的 我是故意让你看见我的药瓶 然后让方世宇 想办法约他哥哥回来 跟我一起过生日 为了让他确信 我确实得了老年痴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您怎么能这么对方志勇呢 那如果我还有别的好的方法 你觉得我愿意这么做吗 可是您明明知道 方志勇最讨厌谎言 您却一次一次地用谎言来要挟他 您就没有想过他知道真相以后 会有多难受吗 如果你不告诉方志勇 这个伤害就不会发生 谎言如果不被戳穿 那就不是谎言 难道不是吗 是的 我是撒了谎 可正因为这个谎言 方志勇他回家了 虽然他还在责怪我 但最起码他跟我说话了 我只要他回来 他哪怕跟我吵架我也愿意 可是谎言 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 即便是那样 我还是愿意赌一次 赌在那之前 只要他可以原谅我 赌我们的父子关系 可以和好如初 我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方志勇的 就当是我在求你 我真的不想没有这个儿子 欢迎讨论 我来说 你吻上个父子了 他能问你吗 没有 我又不是你 一见面就吵架 那下午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 在地铁上睡着了 那下次去见我爸 还是带上我爸 如果 如果你爸爸一直不肯 向李哲的爸爸道歉 那怎么办 你会因为他的病 选择原谅他吗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 我对我爸只有怨恨 但直到他生病之后我才发现 其实我挺在乎他的 这可能就是血脉之情吧 我现在只希望 他能念在这份情上 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依然 等我爸和李哲的事情结束了 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好 我想给你一个家 一个只有我 还有你的家 怎么了 你不愿意啊 哪有你这样的 好歹也是求婚 这么突然 我也是情不自禁嘛 如果你 你不拒绝的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真希望这一天 赶紧靠